他把车停在路边,转头定定看着他。 我让你看点更好看的。 一日早上,顾蒙正在图书馆里看资料,一旁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 玉仲景打来的,他起身拿过手机走出阅览室。 小阳抬前头,顾蒙一接通电话,玉仲景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师父,我们突演出来最后一种护制的化学分子结构了。 语气是激动到不行。 把结构图发给我。 好好好,我马上发。 实验可算是进行到最后一步了。 原本以为那药里只有三种成分。 后来顾蒙发现最后一种,另外三种非常不稳定。 就算从草药里提取出来,也没有办法保存。 他们怀疑最后一种物质是稳定剂,所以一直在研究。 这其中花费的神力、物力和财力,玉仲景简直不敢回忆。 幸好,现在有了点结果,也不知道最后一种物质会是什么性质。 但不论如何,现在有进展了。 挂断电话,顾蒙收到了玉仲景的图片,非常复杂的化学分子结构,他没见过。 这是根据化学反应和物质特征逆向推论出来的结构式。 不知道是人工合成的,还是某种天然物质。 市面上有那么多药物分子结构式,他都记得,包括这两年的新合成的复杂化学物质。 图片上这个,很陌生。 弱合物,有很多不稳定的官能团,挺奇怪的一种物质。 想了想,顾蒙给玉仲景发了条消息。 顾蒙去当研究所。 行,玉姆风顾也要过来,我让他等您。 嗯。 W酒店,冷玄的下属带回来一个消息。 这是顾蒙的所有资料,我们的情报局查不到顾蒙的任何信息,京城这边也只能找认识顾蒙和陆少的人打听。 冷玄翻看着文件。 这个女生不知道怎么跟陆少认识的,只知道陆家老夫人亲口说,她是陆家未来的孙媳。 陆老太太去年突发病情,除了陆家人和华国医学会的几个人知道,在整个京城都是秘密。 自然更不可能传到极境州,魂件上有关过忙的资料就几行。 还有一张跟一个很火的歌手盛听所拍的MV里的照片。 她是行科所的手刑女法医。 能成为手刑女法医,经手的案子至少三百往上。 过忙的年龄在那摆着,怎么可能。 十九岁,连我都做不到。 这个不确定真实性,京大少部分人这么说,校园论坛上也找不到留存的痕迹。 国局中一系上课考了个满了分,这就算厉害了吗? 夏树没说话。 这次国际生理学大赛,京大的团队里头有她吗? 没有。 你去帮我办件事。 夏树离开后,冷玄给沈千兹发了个消息,让她来酒店一趟。 半个多小时后,助理带着沈千兹走进酒店总统套房。 冷玄坐在全景落地窗前的沙发椅上,俯瞰着几条街道外的古建筑博物馆。 脑子里不由地出现陆成舟那天的火,搭在扶手上的手指缓缓收紧。 监底是势在必得。 冷长老。 坐。 谢谢冷长老。 冷玄下把一台桌上的一个U盘。 里面是往年竞赛的题目和竞赛相关资料。 有什么不懂的,联系冷云。 好的,麻烦冷助理了。 沈小姐客气了。 京大的团队想在比赛里拿第一,没希望。 冷玄语气傲慢又轻蔑,看了看自己漂亮的手指。 个人第一照样可以进极境学院,懂了吗? 懂了,就是让他不要把这些资料给京大的学生。 冷玄点点头,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唇角勾勾勾,几分鸡炒。 京大这次的比赛排名。 沈千姿正等着下文,却见冷玄不说了。 他下意识地问。 呃,京大的排名怎么了?会很差吗?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说完,他转身往自己房间里走。 吃完饭,一行人回医学部。 路上,顾芒接到了顾四的语音,让其他人先走。 女生走到青砖小道,在一边的长椅上坐下,接通。 姐,我最近在训练,刚出来,我听说冷玄在京城。 嗯,算,顾四沉默了一秒,憋了半天,可还是没忍住。 我想弄他。 顾四跟冷玄的仇比货值还深。 冷玄不怎么出极境舟,这次出来,行程皆是高度保密,知道的人很少。 可顾四既然知道了,就不可能让他顺顺利利的回击境舟。 行,上江随帮你。 不让他这趟行程留下点美好的阴影,老子名字倒过来些。 他愣了呢。 他?顾四指的是谁? 谁这么不长眼,抄抄这个小魔头? 顾四挂断电话。 突然,淡色的眉头一皱,一眼扫向拐角的方向。 晴凤正思考着谁跟顾四结仇。 下一秒,面前默地出现一道迷彩小身影,拿着枪指着他的脑袋。 顾四稍微歪着头,一双毛子是又黑又亮,裹挟着冷狠。 晴凤几乎怀疑自己随时都会被一枪爆头。 操,这小子怎么过来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看见是晴凤,顾四也没有收枪。 听到啥了? 说说呗,我考虑一下要不要灭口。 没听到,我啥也没听到,我发誓。 反应过来,自己是在赤炎的地盘上怂成了这啥臂样子。 一定是这小子和顾芒长得太像了,保持血脉压制。 顾四无语地翻了个白眼,把枪别在腰侧,转身往自己房间的方向走。 习父再和他说一句话都是降智的嫌弃表情。 秦凤心情复杂,仗着腿长两三步追上他。 哎,小朋友,谁惹你了,给一句话,放哥给你削他。 冷玄? 冷玄? 吉净州的那个,你刚刚说的是他。 冷玄去京城的事,他是知道的。 吉净州医术最高的,至今能和他齐名的也就只有那位贼神秘的神医。 不然呢,放哥,干就完了,把他回吉净州的飞机轰下来。 呃,这么爷的吗? 哼,你四爷就是这么爷。 这他妈,越来越嚣张了。 突然反应过来,自己都忘了问顾四和冷玄是什么仇什么怨。 嗨,又被这位把话题给带跑了。 他不想就这么翻过去,就追着顾四问。 诶,四爷,冷玄怎么惹着您老人家了? 你觉得把一个两岁的孩子绑在手术台上,准备解剖做活体实验的人,厉害不? 卧槽,这他妈是人吗? 情方一想到那个画面,背后就一阵恶寒。 他们这帮人虽然缺德事也做过不少,可真的没有这么丧心病狂到,连底线都没有。 两岁的孩子,那才多大一点儿,路都走不稳,活体解剖。 还真是人干出来的。 秦凤忽然反应过来,顾四这话里的孩子是谁,愣了愣。 顾四拐到另一条走廊上,第三间就是他的卧室。 秦凤睁睁地看着他开门,关门,进了房间。 晚上,红蝎的人把冷悬买的药材搬到飞机上,准备空运回吉尽州。 结果,刚准备关上机舱门,药材突然着起了火来。 红蝎的人立即后退,冷静地吩咐机场的人快来救火。 而吉尽州这边,所有人都慌了,这可是冷悬的东西。 火势蔓延得格外迅速,半边天都映成了红色,东西肯定是全都保不住了。 冷云的脸色紧紧绷着,掏出手机给冷悬打电话,可半天都没有人接。 不远处,机身刻着冷字的私人飞机上,一道道小范围的爆炸声,让冷云越来越紧张。 这次冷悬亲自来京城,可见这药材有多重要。 如果赔了钱,东西还烧成了灰,不用想就知道冷悬会发多大的火。 W酒店顶楼,冷悬双手被绑着,挂在一根弯曲的木杆上,整个人悬空在天台外边。 往下看,是十九层楼的高度。 他挣扎了一下,木杆的弯曲度更大,绑着他的绳子也是弹性的,身体控制不住地往下坠。 嘴被强力胶带死死地粘着,还在脖子上缠了几圈。 喉咙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冷悬浑身紧绷,肩脚下出了湿润的痕迹。 平时的冷静高贵全无。 江碎戴着黑色口罩,一脚踩在天台的台阶上,半蹲转。 冷长老,日子过得无聊吧,我给你来点刺激的。 冷轩仰头瞪着他,眼睛一片血色。 你看别人蹦极还要几百块呢,我这给你免费,别客气,好好玩玩,再给你拍个视频做纪念。 哎,不用谢,我就是这么乐于助人,雷锋您知道吧,我偶像。 别抖啊,冷长老,要不这视频发到网上,传回极境周,让人看到堂堂长老会的冷悬,胆子这么小,多损您的威严。 冷悬听到这话,原本就发白的脸色更是血色全无,神顿时挣扎得更厉害,木杆咯吱咯吱地往下弯。 冷长老您再乱斗,一会儿再掉下去摔个血肉模糊,就不好看了。 江碎笑得露出虎牙,他还没见过冷悬这种表情,不得不感慨一句。 故事真的隐,怎么损怎么来。 陆战听说W酒店出事,待人赶到,就看见陆五站在酒店大厅,所有的下属都集中在他身后。 司令,冷悬出什么事了? 不知道。 不知道还不带人上去看,一个个站在这儿做什么? 陆少说了,这边不管出什么事,都等两个小时之后再上去。 胡闹! 两个小时,整出什么事,尸体都凉了。 冷悬要是在京城出问题,急进珠追责,他们就理亏。 就算要动人,那也得等对方离开京城。 陆五低下头,没说话。 陆战不想发火,只是大步往电梯那边走。 陆五抬手,招呼身后的几个下属跟上,到了1908总统套房。 冷悬和毕大师的团队,全都趴在没吃完的饭跟前。 被下药了? 谁这么能耐,在冷悬面前下药? 陆战扫了一圈套房大厅,没看见冷悬,敏传吩咐。 去找人? 是。 陆五朝下属看了一眼,所有人找遍了所有房间,可都没有找到冷悬。 就在这时候,陆五的手机响了起来。 接通电话,那兵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他表情有些复杂。 冷小姐被挂在顶楼了? 是的,毛肉上全是视频,我们要删除吗? 等吩咐。 机场? 药材上被淋了汽油,烧得什么都没剩下,还毁了冷家一架私人飞机。 冷云一直没有打通冷悬的电话,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该怎么交代这件事。 红蟹是绝对不会给他们退钱的。 下一秒,手机屏幕跳到了来电显示,冷家那边打来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那边火气冲天的咆哮声传来。 以冷悬在极境州的地位,跟在他身边的都是极境州的顶级高手。 这种视频传出来,别说是冷悬的脸,就连长老慧和冷家的脸都丢光了。 那么多的高手跟着他,可人还被绑了。 视频传遍各国,里头还附带着冷悬的资料。 这他妈是谁干的? 老爷,我正在赶回酒店的路上,视频的事我马上让人删除。 删除? 你觉得我打电话过来,这是为了让你删除视频吗? 接近周这边全网媒体的好台都被病毒入侵了,视频现在删不了。 冷老爷子提起这件事,捏紧电话。 冷云不敢相信的睁大眼,喃喃开口。 这怎么可能? 极境州的媒体后台怎么可能被入侵? 哪个黑客能够入侵极境州的媒体网络? 长老慧的那边技术人员已经插手控制,你马上带冷悬回极境州。 是。 长老慧的IT部门在加紧抢修,京城这边的视频必须由红蟹技术组来删。 冷玄代表的是极境州,如今在京城丢了那么大的人,网上全是当笑话看的。 五花八门的揣测冷玄到底是得罪了谁? 甚至说,极境州的人就这水平。 舆论是愈演愈烈。 总长老不想浪费时间,直接道。 陆司令,京城那边的几大媒体就麻烦红蟹技术组处理了。 我听说红蟹一直想要五纳米光刻机,开国不卖,我们卖。 红蟹这边估算过,以光电所赎金的技术, 想要制造五纳米光刻机,至少要十年之后。 K国每年产量不到二十台, 极境州能生产多少,外界没人知道。 如今,对方竟然主动送上门,完全是意外之喜。 陆战忽然觉得,陆成州吩咐陆五不管冷玄这事,办得还挺漂亮的。 媒体这边好处理,只是光刻机。 红蟹目前资金紧张。 恐怕买不起十几亿一台的东西。 总长老沉默了几秒,也不知道是不是在骂陆战。 好半少,电话那边才出声,语气比刚才冷了几个度。 记者,视频的事情你妥善处理。 那就谢谢总长老破费了。 话音刚落,手机里传来冰冷的挂断盲音。 陆战收起手机,十分好心情地说。 让技术组去删视频。 是。 然后转头,就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了陆成州。 陆超,就这么删吗? 视频肯定是要删的,可至于怎么个删法,这就得看他家爷的心情了。 让秦放去问顾四,你们配合。 冷旋的话题未居热搜榜首。 小手速度特别快,把冷旋的话题黑了,然后把话题岛屿重新编辑。 激进州冷旋,一届第一人独家视频,五分钟后全网删除。 没保存的赶紧保存,绝版视频你值得拥有。 还在等什么? 听朋友好友看起来,手指动起来。 秦放就站在顾四身后, 看见电脑屏幕上的那一行字,眼角抽了抽。 他就没见过伸出视频,控制丑闻还能这么搞。 大张旗鼓地告诉别人,我要伸视频了,你快保存。 技术组的人仿佛也增加了什么奇怪的知识。 顾四这么嚣张又高调的举动,又给这次的事件热度添了一把火。 以至于,微博上另一个话题被迅速地刷了起来。 神秘大佬空降微博? 冷旋的话题岛屿太明显了,一看就是被人改了。 盲猜这视频必然煽进,大佬被迫一面。 但是这公然改岛屿,让大家保存,也太嚣张了。 当别人瞎呀,估计就没把对方当人。 冷女士那边,应该还拿这位神秘大佬没办法。 今天的吵子是神秘大佬的! 请放双手朝顾四竖起大拇指。 四爷牛逼呀! 不愧是和杀手搞架第一人。 冷旋那张脸,这次算是丢尽了。 杀人于无险,高! 总统套房主卧。 冷旋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床上,眉眼低垂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医生过来给他检查过,没受什么伤,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毕大师也过来看了他。 出去的时候,站在门口,眉间凑着。 上次他来了趟京城,出了曲子那事儿,可没闹得现在这么大,也没有传回寂静州。 面子好歹是保住了。 坑冷悬着一趟,也不知道是得罪了什么人。 酒店的监控全被黑了,什么也查不到。 第二天早上,急进周来的专机接冷旋和毕大师回去,带来了光刻机和合同。 至于药材,只能再跟红鞋买,重新签订合同,陆成周也在。 看见光刻机合同上的七折,男人挑了下眉。 签好字,陆成周把合同推到冷旋那边,让他签。 两份合同签完,陆成周起身就要离开。 陆上? 陆成周抬毛,看了一眼他,没出声。 冷旋从桌后走出来,神看着比上次多了几分柔弱。 这次视频的事啊,谢谢。 交易而已。 这话就差说少自作多情。 冷旋不知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姿态仍然大方优雅。 听说你一直在找国际上那位神医,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可以找我。 陆成周没说话,收回目光,单手插兜转身离开。 冷旋看着他冷漠的背影,抿了抿唇。 下午,陆正和陆成周两人亲自送光刻机去十四所。 砖机上,陆成周懒转地靠着沙发,发了条消息给顾忙,忽然想起了什么,他头也不抬地说。 爸,长老会那三者转到我账上。 陆正转向他。 陆成周在跟顾忙聊天,目光仍看着屏幕。 等了几秒,没听到陆正的声音,他慢条思理地开口。 别装不懂,这事是顾忙的人干的,别占人家小姑娘便宜。 红蝎的人没插手删除视频的事。 顾斯在红蝎训练的时候,陆正是知道顾斯那电脑技术的,都差点把红蝎的防火墙给黑了。 今天这是太像顾斯的风格。 至于冷玄是怎么得罪了顾忙和顾斯,陆正现在还不清楚。 可是这会儿,他脑子里只剩下陆成周让他掏钱出血的话。 陆正盯着他,冷笑。 你这胳膊是不是得去拍个片看看啊? 不用,舍战您好,记得转张。 护天后,沈骞子等人的赛前培训结束,国际生理学大赛团队名单和个人资料送去极境周一学会之后,是为期一周的评审过程。 所有的队伍评审结束,确定具有参赛资格,赛方才会公布各团队名单。 中午十二点,极境周一学会给一百一十八只参赛队伍的带队导师发了个链接,可以进去查看各自团队的名单。 所有队伍只有通过极境周一学会发过来的链接进入官网。 杨天明收到链接,巡礼点进去看。 当他看见团队成员那一栏最后一个名字时,皱了皱眉。 顾芒的名字怎么在上面? 杨天明连忙按了下鼠标,回到电脑桌面,打开自己电脑上的原始文件。 参赛团队只有五个人,没有顾芒。 可是,极境周这边发过来的名单却有顾芒的名字。 这怎么会是? 杨天明拿起手机,联系这次比赛的负责人。 唐尔先生,您好,我是京城大学的杨天明。 哦,杨教授,您好。 是这样,我刚发现我们的团队名单好像有点问题,多了一个人。 是赛方统计错误吗? 这不可能的。 你若是说名字打错,也许是工作人员的失误,但是多一个人这个绝对不可能。 近一千人的国际性赛事,负责统计的工作人员会认谁啊?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原本以为是我自己搞错了。 可是我刚查看原始文件,里头没有多一个人。 杨教授,我觉得现在追究原因已经不重要了,还是先解决这个事情吧。 现在的团队成员名单还可以做更改吗? 不可以,您是知道规矩的,何况这是国际性赛事,不是小地方不正规的那么随意。 可是培训已经结束,故忙没有参加,明天所有人就要出发去几境州准备比赛了。 这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名单已经定了,如果这位多出来的同学不参加比赛,他的成绩会以零分计入。 计算在最终的平均成绩里。 如果故忙的成绩真的以零分计入,那今年京大科也不用去了,到一预定。 若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参加比赛的话,必须出示相关证明、生病或者意外。 赛方评审核对之后,会告诉你们是否取消这个学生参赛的资格。 不过这个途径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既然你们的团队能全员通过评审,赛方肯定提前做过调查。 这意思就是没得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去参加比赛。 挂断电话,杨天明闭着眼睛按了按太阳学。 不知道这事该怎么跟故忙说。 比赛名单,谁把我加上去的? 获执听到这句话,愣了一秒。 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也没解释。 你早就该回急进学院接受培训了。 故忙,京城大学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冷学的事,总长老知道是你们做的。 这次不追究,无非是在向你们示好。 趁着这次比赛回来,他们会好好培养你跟顾思。 冷璇家的。 顾蒙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慢吞吞地开口,语气听得人背后发毛。 若是霍职和总长老做的,他不会说这么多。 他和冷璇没见过面。 即静周,他和顾思的资料,除了顾家的几个人外,只有总长老和霍职知道。 其他人甚至连他和顾思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还没有对冷璇动手,他倒是赶来先惹他了。 顾蒙,挺会玩。 剩下三个字,女生挂断电话。 那边,霍职皱眉。 顾蒙的脾气,他比谁都了解,可也不知道他这次想干什么。 杨天明思来想去,亲自来了实验室。 听实验室里的学生说,顾蒙拿着手机出去了,他就坐在实验室里等。 没一会儿,就看到顾蒙从外面进来。 杨天明起身,神挺紧张的。 顾蒙,比赛名单的是…… 营造几点集合。 女生生陷寡淡,眉眼冷得煞人。 十点,机场集合,几兴州派专机过来接。 嗯。 顾蒙,我一会儿给你送点资料上来,你抽空看看。 不用。 杨教授,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晚上,陆成州回到地院,就看见玉木峰也在,茶几上摆着一个银色的金属箱子。 箱盖大开着,全是排列整齐的手术器具和解剖器具。 手术刀,手术琴,剪刀,解剖刀,解剖针,至少四十个工具,密密麻麻的一整箱。 尖刀放着金属的冷光,旁边还有一堆一次性针灸针。 陆一和陆七直接就惊了,要是普通人,他们指定不怂。 可是对方是固忙,头皮就有点紧绷起来。 陈哥。 嗯。 陆成州摁了一声,抬脚走过去,在顾蒙的身边坐下,下巴一台金属箱子。 这是要干什么? 杀人。 顾小姐,枪好用,刀剑一身血。 没错,弄脏您的手就不好了。 你是在教我做事? 属下不敢。 哪个又来给你送人头啊? 哼,就那个冷拳,傻逼一样。 他不知道啥脑子要针对小祖宗,谁那么认识他。 仗着自己的职权,私自改动参赛名单。 陆成州闻言,看向玉木峰。 怎么回事? 就那个国际生理学大赛,在极竞州办。 小祖宗没想参加,但是名字莫名其妙出现在参赛名单上了。 现在是不参加的补行。 谁都知道,他这小祖宗啊,向来我行我素,又真发起火来,管你什么狗屁比赛。 道一和第一跟他有屁关系。 可是京大这边,小祖宗却不会袖手旁观。 医信专业研究是未来医学界发展的大方向,最低学历也是研究生。 每年只在各大一流名校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里挑人。 双学位研究生或者博士生,是一个比一个牛逼。 小祖宗先进入中医系,把这儿当作跳板,去了医信专业。 任校长和杨教授给他行方便之门,什么资源都是以他为先。 虽说这是之前招生的承诺,但这两位确实是对他这小祖宗好得没话说。 他不可能看着自己的成绩以零分被统计进入平均成绩里,让世界排名前十的京大在国际上丢人。 鲁承舟看着固忙。 要去极静州参加比赛? 嗯。 想玩,老子就跟他们玩玩。 鲁承舟虽然从来没和顾忙两人提到过极静州的势力分布,甚至没有问过他的身份。 但从顾四嘴里说出来的两条消息,他大概是能猜到具体情况的。 只是,有些地方还是空白。 这些先不着急,他的身体问题才是最紧要的。 血液所先前研究了近十年,都没有结果,研究被迫停止。 现如今重启研究项目,虽说前期速度快,却很快就到了瓶颈,突破的困难程度极高。 前段时间被送去的青苏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结果。 去极静州,鲁承舟是怎么都不可能放心,故忙就这么去。 我和你一起去。 行,一时一早。 顾芒和陆承舟临出地院前,陆站来了一通电话,上陆承舟回陆宅一趟,似乎是比较紧急。 顾芒看着他,我坐极静州的专机,你忙完再来。 陆四在极静州,我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他,让他嫁你。 行,这个人他没见过,九点四十五,顾芒到机场集合。 这次参赛的有五个人,加上顾芒六个,三男三女,都是医学部丁挑戏选出来的,往后的重点培养对象。 还有一个秦瑶芝当翻译,沈钦姿和关系较好的女生对面而坐,女生叫乔悠,两人都拿着手机打字。 这次真被顾芒害惨了。 汤教授实验室闯出来的消息,杨教授找过顾芒让他参加,顾芒拒绝不参加,结果现在变成了这样。 唉,没办法。 原本这次咱们准备充足,想着至少能杀出第一轮小组赛,冲击八强。 现在可能…… 说到底啊,如果顾芒一开始就参加,跟我们一起培训,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意外。 他装什么样? 而且谁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出现在团队名单上的? 杨教授没说,我们也不知道。 这机会多难得啊,谁不想在吉兴州多待几天? 现在第一批淘汰的可能就是我们,谁敢信呢? 乔悠看一眼那边玩手机的故忙,抿了抿唇,一脸的看不惯。 他重重按着手机屏幕。 没参加培训就算了,也不知道抓紧时间来看书,还在玩手机。 就他这态度,根本不配参加比赛。 转机空间小,两个人就在微信上交流。 算了,别管他了。 虽然算平均成绩,但是个人成绩也会公事。 丢人的也不是我们,看书吧。 陆宅,老太太院子前厅站满了人。 陆成舟单手插兜走进来,一群人目光下细是转了过去。 故忙了? 陆成舟脚步没停,往老太太房间的方向走。 去吉竞州参加比赛了。 什么?现在能把人接回来吗? 奶奶不许告诉姑妈。 可是除了她别的医生没有办法呀。 路上紧急的脑门冒冷汗。 陆成舟敏唇进了主卧室。 老太太靠着床,精神状态看着很差,迷迷糊糊的,脸色发白。 徐众警正在给老太太做检查。 陆湛把人叫过来的。 陆西威也站在旁侧。 看见陆成舟,老太太目光定了的,撑着眼皮。 今天回来的倒是快,我还以为要睡一觉起来才能看见你呢。 陆成舟没说话,也没打扰正在检查的徐众影。 而是问陆湛。 爸,奶奶怎么回事啊? 下面的人说是最近一周精神状态都不太好。 今天早上吃药的时候晕倒了。 老太太去年做完手术之后,吃着顾芒给的药,病情也控制住了。 人平时看着精神状态还可以,可最近却是睡得厉害。 孤芒以前就说过,老太太做了手术,保养得好,三年到五年,或者随时都有可能。 最近一周,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们? 她眼角扫向一旁的管家。 是我让她别说的。 我的身体啊就这样了,你们年轻人都要忙,不要为我劳心劳力。 以前陆成舟都已经放弃血液所的研究项目,肆意妄为,也不把命当回事。 就今天没明天的过日子。 现在好不容易重新重视起这个项目,她又怎么能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让她分心呢? 陆成舟想起老太太上周叫他们回陆宅吃饭的事。 以老太太的性格,若是真想见古芒,早就找到地院那边去了。 没去就说明,身体不是这周才开始出现问题的。 这时候,御重景检查结束,收起听诊器,起身转了过来。 有点麻烦,先去我医院做个详细检查吧。 陆成舟谋底顿时更沉,看向陆一。 准备直升机。 御重景的医院在市中心,开车不好过去。 陆一恭敬道。 是。 立刻拿出手机打电话。 御重景扫了眼旁边的陆西威,深吸一口气,控制着情绪。 如果你当初不动骨芒给老太太的药,也就不会有后来大手术伤了根本。 高龄老人,情况严重,还动开颅手术。 危害大,风险高,也就固忙赶做了。 到现在能让老太太多活一年,也是尽力了。 陆成舟听见这话,眼底骤然黑沉煞人。 一双双眼睛盯在陆西威的身上,披头盖脸的低起压,宛若刀子。 她头也不敢抬,手指捏紧着,控制不住的颤抖,不敢多说一个字。 陆宅后面就有停机瓶,直升机安排得很快。 医院。 陆老太太做完全部检查,已经是三个小时后。 血液检测结果和器官各项功能状况也已经出来了。 这一年,老太太每个月都会来御仲警的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 对比上一次的检查结果,这次的情况很不乐观。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御仲警拿着报告,垂下手,扫了一圈所有人。 陆镇和陆成舟站在最前面,两个人好半赏都没有开口。 整个走廊气氛都压抑得不行。 倒是陆二爷上前一步。 御老,以老太太现如今的情况,能撑多久? 提到这个问题,大家都看向了御仲警,是一个比一个关系。 一年前,陆家就面临分崩离析。 结果,陆上警找来了顾芒给老太太做了手术,人暂时恢复。 当时听到顾芒说三到五年,多少蠢蠢欲动的人被迫安分了下来。 眼下老太太出事,所有人心死各异。 不好说,我会联系脑科专家会证,先拖着吧。 继群人彼此看了看,御仲警办公室,鲁成舟坐在他对面。 具体多久? 这个真的不好说,不过短时间内,我还稳得住秉静,不会有什么事的。 这事实在是太突然了,连御仲警都没想过,才一年病情就会恶化。 按道理来说,不会这么快,可是检查结果又看不出什么异常。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响起了打火机咔的一声。 鲁成舟到底还是没忍住,点了根烟。 这事别告诉古王,啥意思啊? 虽然老太太这情况已经到了游定登窟的地步,就算她师父回来也做不了太多。 生老病死,没有人能够例外,她师父又不是神。 别告诉她。 鲁成舟扔下这四个字,起身走出去。 陆一在门口等着。 安排人守着这一层。 是。 说完,便转身离开。 鲁成舟从兜里拿出手机,看见顾芒几个小时前发来的消息。 一进舟,私房菜馆。 小姐,老爷在包厢里等您。 小姐,请。 里头,一个头发花白,精神奕奕的老人站了起来,双手附在身后,目光隐忍的激动。 外公,白老看着顾芒熟悉的眉眼,有些恍惚。 两秒后才回过神来。 坐,你这么踏而慌之地来吉尽舟,长老会和货职不会让你离开的。 这事是个意外,我没想过来。 什么意思? 冷玄把我的名字加上去的。 冷玄?他应该没有权限查你的资料。 嗯,无所谓。没想过来,我也不怕来。 婚言,白老并不再多说什么。 顾音和顾思呢? 他在医学组织的队伍。 顾思在赤言。 嗯,赤言,那可不是个好地方。 你跟他们做了什么交易,他们帮你护着顾思。 顾芒已经习惯了赤言的臭名声,可听着还是有些郁闷。 哦,答应当他女朋友算吗? 你,不像是能做出这种出卖自己的事啊。 可能我叫,剑色起意,尽情引开。 顾芒没在私房菜馆待多久,酒店门口。 顾小姐,霍先生要见你。 尽尽尽见你妈呢,老子没空,滚。 女生身上的尖锐寒气,披头盖脸地砸了过来,挽着刀子。 光头背后的毛孔都像是要炸开。 看着他静止往前走,光头几乎是本能地往旁边退开,给他让开路。 顾芒单肩挂着包,浑身营绕着低气压,进了酒店。 光头足足在原地站了好几秒,才回过神,心脏还稍微提着,眼神里带了点恐惧。 转身回到车里,他看着后座的霍职。 先生,顾小姐不见。 霍职这边的车窗降到底,男人身体稍微歪着,往酒店里头看。 其实,刚才顾芒从车前经过的时候,只要往旁边看上一眼,就能发现他。 下午五点,沈协把沈亲资送到酒店门口,叮嘱了他几句注意安全,便吩咐司机去闭市集团。 路上,沈协翻看着这次的项目资料,想了想,拿出手机。 顾芒戴着耳机,拿着电脑,正在做人工智能的系统。 女生漂亮的手指在键盘上,速度很快。 秦瑶芝正在旁边打游戏,似乎是被傻逼队友气到了,一直在口吐芬芳。 上啊,露你妹啊。 顺风打成了逆风,你们可真牛叉。 这时候,顾芒身旁的手机震了下。 他拿起来看,是沈协来的消息。 白虎,最近有空吗?有个项目,可能需要你帮个忙。 顾芒还拿着心目一年尽益的工资,这次也没什么利益冲突,回道。 嗯。 我把文件一会儿发你。 嗯。 一般没什么太大难度的,沈协不会过来烦他。 哪怕技术不可能速度慢,他也不介意。 顾芒收到文件,看完里面的内容,是个隐情的半成品。 他快速浏览完资料,开始编程。 晚饭之后,顾芒没有参加赛前培训的事,已经传到了各校团队。 杨天明完全是躺平任潮,心如死灰的态度。 沈卿资在自己的房间里,拿着手机跟冷悬聊天。 不知道谁把这事传出去的。 嗯。 听传出来的情况,应该是杨教授和人说起这事,被其他人听见了。 哼。 这么早让人知道,明天比赛第一轮沉寂出来,效果可就没这么惊喜了。 可这是团队比赛,个人第一也是在十六强里头选。 京大排名越差,大家才会越怨恨孤芒。 让他带着京大团队进十六强,这排名太便宜孤芒了。 他之前不都是第一吗? 这次来吉尽州,多少学校等着看他这次的成绩在国际上扬名? 到时候没扬名,反而脸都丢光了,那就好看了。 一日,女生靠在座位上抱着胳膊,似乎是在睡觉。 悄悄冷笑一声。 真服了他,还能睡得着? 昨晚顾芒有些事,凌晨三点多才睡。 秦瑶芝知道,可是乔悄阴阳怪气的语帖,听着特别的不爽。 他冷着脸,不客气的道。 你怎么这么能逼逼,就那张嘴是吗? 乔悄脸色沉了下来,碍于秦瑶芝的背景,没敢说话。 抿了抿唇,看向台上。 主持人说完比赛规则。 现在,我们请比赛负责人唐尔先生来为大家抽签。 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 唐尔笑了笑,从左边箱子里抽出一个号。 接着,又从另一边箱子里抽出另一个号。 第一组结果出来,有人庆幸一个强队已经被抽了出来,后面的队伍就少了一些压力。 一连订了好几组,现场是有人欢喜,九神忧。 这时候,唐尔从左边的箱子里抽出了一个号。 29号,京城大学。 全场安静了几秒,然后还没被抽出来的队伍全部都盯向右边的箱子。 都希望自己的团队能被抽中。 唐尔继续从右边箱子里抽出一个号码。 第一国的帝国理工大学。 我操,帝国理工大学可是第一国的二号主子队伍,上届比赛的八强。 让他们跟现在的京大比,不是杀机用牛刀吗? 真是浪费一个名额。 如果抽中我们跟京大比,二八开,我们赢定了。 如果是去年的京大队伍还有一搏之力,不是说那个固盲都没参加培训吗? 现在都不在同等实力。 何止啊,这可是平均分。 原本以为是固盲在他们队伍里最厉害的,现在反过来成了拉低成绩的。 现在的京大真的不够看了。 这么说,这场比赛没什么看头了。 帝国理工基本是碾压式的。 金妖芝也吓蒙了。 我去,怎么抽到帝国理工了? 沈千兹抿了抿唇,谋色发沉。 给杨天明说了声,起身往携手间的方向走。 推开门进去,携手间里没人。 沈千兹反锁了门,给毕大师打电话。 老师,之前冷长老说,一号箱里的都是实力强的队伍,二号箱里都是实力偏弱的。 为什么二号箱里会抽出来一个帝国理工大学? 如果是别的大学,他有赢的把握。 帝国理工大学,他可一点把握没有。 毕竟可有顾芒那个拖后腿的。 毕大师等。 千兹,你别担心。 冷长老昨晚临时给我打了电话,要在低轮把精大的队伍淘汰。 你只要保证你自己能在鼻视里拿下满风就行了。 满风的话,冷长老可以破例受给大门外弟子,之后再入内门。 欢言,沈千兹松了口气。 我知道了,老师。 学术中心会馆后台。 哼。 冷玄看着大屏幕上京城大学VS帝国理工大学的字样,笑了一声。 沈千兹说得对,为什么要给京城大学一个好名字呢? 何况,之前就有传言说,顾芒是行科所的法医。 如果真让他进了十六强,他在实践操作中真有点实力。 哼,他不会让这种意外发生的。 要知道,世界大学排名,京大和帝国理工一直都是你追我赶的,名字忽上忽下。 两个学校医学部的实力也差不了太多。 可是有顾芒这个例外,结果可就好看了。 抽签一试,十点结束。 五十九个组,下午三点统一进行比试。 赛前抽签是捷径周惯用的操作,就是考验各个队伍在考场上的心态。 医疗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突发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冷静的大脑来做出判断。 所以抽签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路程周是中午到的激进周,这会儿就在顾芒隔壁的酒店住着。 总统套房,女生长腿交叠着搭着茶几,人往后抗,懒洋洋地打游戏。 贺一渡和秦放在他对面坐着,不时瞅他一眼。 这也太淡定了。 虽说这位大佬的医术挺牛逼的,可是这次比赛随便拎出来一个,那都是佼佼者。 未来各个大学的知名人物,医学界的未来星星。 感觉大佬有点不尊重对手了呀,还是大佬觉得这些人连对手都不配。 杨天明见到顾芒出来,上前一步,也不忍心说下什么,顾作轻松地问了问。 比试怎么样? 还行。 那就好。 杨天明笑笑,可怎么看都有点苦笑的意思,只当他的话是随口说的。 薛教授抬手看了眼时间,顿时更绝望了。 陌生的知识体系,骨盲直接提前十几分钟出来。 完了完了,这简直比他全国联考,比他在京大第一次考试速度,还让人想人重。 但联考是因为他七岁就是高考唯一的全科满分。 京大第一次考试,是因为他是行科所的首席女法医。 这次比赛的比试不一样啊,可以说,国际生理学大赛个人排名榜单上, 前一百和顾盲一样,都是天才。 即便如此,也从来没出过一个像他这么早交卷的。 顾盲没什么心情在会馆待着,给杨天明和薛教授说了一声,便抬脚离开。 另一边,吉敬州赤岩分部,以前这里只是个小据点,负责情报搜集。 自从陆成州三月份从赤岩回到京城,调查护职的资料后, 才重视起这里,派了不少的人过来。 两个多月前,开始不计代价发展这边的势力。 贺一渡和秦凤等人看见陆成州过来,起身。 诚哥。 陆四单膝下跪,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 陆上,坐。 几人坐下,陆七排行最小,给所有人侦查倒水。 药方的事还没查到吗? 属下办事不理,在吉敬州医学会这么多年,也没有接触到和亲族。 陆四是陆成州近身下属里唯一一个会医术的,他有一点特别奇怪。 虽然他在吉敬州这么多年,可药方这事儿,血液所实验告败后,陆少对药方进展基本是不闻不问,完全无所谓。 可这次却这么着急。 之前贺一度和秦凤不知道陆成州是为了谁,可是这么长的时间,顾四说他们是吉敬州顾家的,再加上顾盲当初给顾四送的那管药,还有这两姐弟接近变态的体质。 有这两个信息,秦凤跟贺一度怎么着也猜了个大概出来。 而且除了顾盲,没人能让他们家诚哥花这么大的心思,两个人不知道说下什么,一时间也没有开口。 你先回去,盯着这次比赛,别让冷玄动手脚。 好。 医学会,笔试是电脑阅卷,速度很快。 晚上八点之前,成绩就已经全部录入了电脑,近千人的成绩全部录入,电脑屏幕上,鼠标光标在最后一行。 下一秒,弹出了一个统计结果框,笔试最高分100,笔试最低分69。 负责统计的人看见这个成绩,脑子空白了一秒,反应过来不敢相信地张了张嘴。 这……怎么将会出一个满分啊? 这是国际性竞赛,题目难度自使不必说。 从比赛发起至今,已经有十几件,可就连冷玄亲自带出来的那门弟子,也没有把握在比赛中拿到满分。 就在这个时候,他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来不及去看第一名是谁,起身先过去接起电话。 冷玄打来的。 冷周老。 笔试沉寂出来了吗? 男人回了去,一边往电脑那边走,一边说。 出来了。 顾芒考了多少分? 成绩刚出来还没来得及看。 最低分是69,应该就是顾芒吧。 69? 69? 他运气不错,蒙的分还挺高。 这运气再好,金大的平均分也不可能超过帝国理工的。 一会儿把顾芒的成绩截图发我手机。 是。 冷家? 冷云看着冷玄。 张老,您何必亲自顾芒芒的成绩呢? 他连培训都没有参加过,还提下十几分钟交卷,能考多少啊? 一会儿冷铃把成绩发过来,你去发给罪国的媒体。 京城的人不是取笑他,说极静州不过如此吗? 那就看看他们的全国第一能考多少分,连第一轮比试都过不了。 是。 冷玄在京城的面子和里子全都丢光了,灰头土脸地回了极静州。 极静州这边虽然有长老会压着,没有人敢说什么。 可是各大家族看冷玄的眼神一直都充斥着意啊,尤其是叶家。 叶君子以前对他可是客客气气的。 可自从出了京城那时,连他们叶家的小姐都敢对他无礼,他已经有十几天没有在公众视野里活动了。 京城的阴影,他到现在都还有轻微的恐高症。 冷铃瞪大眼睛,目光僵硬呆滞地盯着固忙的成绩。 Number one,固忙,一百。 这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满分? 他握着鼠标的手指在细微的颤抖,愣愣地看着电脑屏幕。 好半哨都没有缓过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冷铃疏的一个机灵,回过神,眨了眨眼睛伸手去拿手机。 看见上方的时间,才发觉已经过了足足五分钟。 电话是冷璇打来的,应该是他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发成绩截图,所以来催了。 想至此,冷铃又抬眸看了眼顾忙的成绩,不知道该怎么跟冷璇说。 抿了抿唇,他接通电话。 你干什么呢?让你发个成绩磨磨蹭蹭,把成绩截图发给我。 冷铃张了张嘴,一开口,连声音都在细微地颤抖。 冷铃啊,顾忙的成绩…… 他成绩怎么了? 那边,冷铃听冷璇的语气似乎有点不对劲,目光下意识地转过去。 冷铃深吸一口气,嗓子紧绷着说。 顾忙,他是满分…… 你说什么? 冷璇猛地坐直,眉间拧得更紧。 冷铃咽了咽口水,盯着顾忙的成绩,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这次比试最高是一百分……是……顾忙? 冷铃抓着手机,胡指紧紧地收了,满目震色。 满分?怎么可能? 门外的走廊传来了一阵蹭蹭不切的脚步声,还有熟悉的说话声。 声音不太近,似乎还有点距离。 冷铃连忙开口。 长老,费洛主编和评委团都来看成绩了。 把顾忙的成绩随便改个数字。 平均分,别引地锁力够。 顾忙的成绩根本没人关系。 不管他到底是怎么考的一百分, 他说他多少分就是多少分。 他让他晋级第二轮,他才有资格,才配。 是。 挂断电话,冷铃想了想,把顾忙的成绩改成了倒数第一, 然后重新排列名次。 原本最后一名的69分变成了倒数第二。 接着,冷铃按了几下键盘, 电脑自动统计各团队的个人成绩和平均分。 结果全部出来的那一秒, 费洛和路四还有评审团的一群人正好走到门口。 费洛往沈阅室里偷走,问道, 冷铃点点头,公事公办的态度。 统计结果刚出来。 这次的第一名是谁? 还没有来得及看, 我把统计结果投到大屏那边, 你们自己看吧。 好好。 一群人应声, 洁静周这边, 每个科室的其中一面墙都是黑色的电子屏。 冷铃按下开关, 黑色的屏幕亮了起来。 他又在键盘上敲了两下, 前一百名的个人成绩放映到了屏幕上。 一群人最关心的就是前一百名的成绩。 冷铃起身, 也转向屏幕。 陆斯极秒扫过前一百名的分数, 没有看见顾盲的名字。 听陆仪他们说, 顾校极数极好。 但是极静周的题目和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包括极静周教授自己总结出来的公式和各类知识解读, 而这种教学差异会使适应了极静周规则的人更容易胜出。 其至于, 陆斯觉得顾盲没有参加培训, 就算没考到前面也不足为奇。 可爷让我盯着考试别让冷铃动手脚, 这意思是显然相信顾小姐的实力了。 陆斯又看了眼排名, 隐神若有所思的。 费洛一帮人看着第一名的成绩, 皆是愣了呢。 沈千兹, 九十三分。 沈千兹在医学界明不见精准, 对她的印象大多都是毕大师的关门弟子, 继承人。 没想到竟然会成为第一轮比试的黑马。 康奇看了眼顾盈的成绩, 九十一分。 医学组织的人来得最多, 名额占满, 一共八个人, 全都在前一百名。 古英和M大的那个女生并列第三。 医学组织里头, 个人分数最高的是九十二分, 和H大的那个男生并列第二。 竞赛比试环节极少暴浪, 基本上都和大家预料的差不多。 沈千兹第一算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果然是毕大师看上的人, 在钢琴界已经年少成名, 没想到如今还是我们医界冉冉升起的星星。 是啊, 连医学组织的人都压了一分。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沈千兹成绩这么亮眼, 那京大和帝国理工之间谁输谁赢是不是不好说了? 众人文言, 彼此互相看了看。 原本板上钉钉的结果, 京大那群人应该都已经准备离开了, 可没想到出现了这种意外。